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高雄永安的新岡海提旁边 二十九号傍晚五点多 一名五十多岁男子在木栈道上运动 一不小心踩到松洞的木头 害他跌落了将近两公尺深的养殖维修孔 造成腿部多处擦伤 幸好有路过了机车骑士赶紧把他拉起来 并且送医 虽然养工处获报之后 第一时间已经派员进行修复 男子也没有大碍 但里长还是希望市府团队能够重新规划 避免意外再发生 大腿包着纱布 小腿还留有多处擦伤痕迹 大大小小的伤口令人看了出目惊心 想到自己跌落的瞬间 黄先生还余悸有存 原来这一切都是养殖维修孔热的货 事情发生在高雄永安新港海提旁 29号傍晚5点多 这名50几岁的男子原本好端端的在步道上运动 但一个不小心踩到松东的木头 害他直接跌落摔伤 幸好路过的机车骑士及时发现赶紧报警 并且将他送医救治 直接回到现场我们可以看到 木质步道上有好几个完整的维修孔盖 但当时男子走到这里的时候 不慎跌落这个年久失修的维修孔里 经过了解步道已经盖了十多年 原本是为了美观要用来遮蔽养殖业的抽水马达 但因为海边盐分高螺丝才会腐蚀损坏 他的铁件可能因为在海边他腐蚀了 腐蚀之后他可能就是突发性的 就铁件就松掉或断掉 但是我们昨天接到通报的时候 接到里长通报的时候 我们就尽快今天早上就来修理了 养工处接获通报后 第一时间已经派员到场进行抢修 但里长也希望市府团队能更加重视 并且重新规划 以免意外再次发生 接着另外一时复杰高雄报道